生产级别的云的服务 来提供的容器和部署工具 然后整个项目有三个部分 然后我们这里 简单给它认为是有三个子项目 然后第一个COLAR COLAR它主要是用于制作容器的镜像 然后这些镜像 然后再通过我们COLAR Ansible 然后去进行部署 COLAR Ansible呢 其实它是Ansible Playbox的一些脚本 来执行了我们的一些部署的命令 包括COLAR Ansible可以在裸金属服务器 还有这个讯息服务器上来部署我们的OpenStack 当然也可以部署我们的SIF 最后一个项目是COLAR Kubernetes 这个主要是基于Kubernetes的容器环境去boost OpenStack 那我们今天主要重点是说COLAR跟COLAR Ansible去管理这个SIFE 这个PPT有点变形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选择COLAR的一些优点缺点 选择COLAR呢其实也就是基于我们选择去选择容器来去做OpenStack这样的一个集群 那这个优点我们也能看到是一个是变形于磁域基层和交付 这个在我们这个DialOps的一些实践中呢 容器呢是一个很经常用到的工具 对吧 然后我们也是基于容器的一些优点 我们可以更快的去持育基层和交付 然后另外呢容器呢也能快速的部署和升级 那在COLAR Ansible这COLAR这个工具里边呢 我们是对于100个节点以下的一些 100个节点以下规模的这种OpenStack集群 包括我们SIFE集群呢 是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工具 然后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部署 此外呢容器也能进行这个秒级启动跟停止 另外一个优点是它的发展 发展这一块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是OpenStack还有我们SIFE的这个社区 开源社区和生态都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呢速度发展也非常快 这个地方也列了两个缺点 缺点的话一个是生产环境的信任 那这个地方怎么理解 就是说COLAR这个东西啊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容器去执行一些生产环境 的话是现在是虽然说早先的话 有很多公司没有去实践 然后现在也是逐步来推行 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去对外推行项目的过程中呢 也是基于COLAR基于容器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说可能大家要逐步的去信任它才能使用它 另外一个是复杂性 那大家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SIFE啊包括OpenStack这些 它自己本身的话就有很强的复杂性 那然后再加上我们容器啊 再加上COLAR或者是COLAR Ansible这些内容的话 它整个的一些内容会更多更复杂 然后对于这里来说总体来说呢 它的复杂性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呢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是正要是使用起来 大家会发现那个有很好的便利性和这个 维护可维护性 然后COLAR呢它是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的容器这个解决方案 它可以包含支持的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几乎全部的OpenStack的组件 还有我们的所需要的一些第三方的基础组件 那在这个OpenStack Okata这个O版本的这个组件中呢 它是有三个Project是支持的 那只有个别的一两个的这种暂时还没有完全支持 那一些常用的基本的这个主要的组件呢 肯定是支持的 此外呢它还也包含一些第三方的基础组件 这些组件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Safe啊 EFK的还有SA Proxy啊 MirrorDB啊Gallery这种集群 包括还有我们Rubbit MQ的集群 那整个一整套呢 其实就是OpenStack这个在这个运行过程中要使用的 那这个图画的稍微简单一点啊 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Color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这个右边呢是比如说像这个开发者去提交这个开发的一些代码到我们这个版本仓库 然后再通过这个CICD的一些工具 然后生成我们的一个Color Ensemble的一个一些脚本 Playbox这些脚本 然后呢还有这个容器的注册地址 然后呢它会生成一个镜像 那我们把镜像放到这个地方来保存 然后再用Color Ensemble去推这样一个镜像 那我们这个左边能看到这个是相当于是集群的一些节点 那这个节点上我们会运行很多容器 那这些容器呢就包括我们OpenStack啊 或者Safe的一些service 然后这些呢这些用Color Ensemble会去把这个进行这个推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Color Ensemble这个处理Safe的这个流程 它Color Ensemble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基本上是一个Ensemble的一个 这样一个大概的目录 那我们通过慢点YML这种文件引入这个AXSIN 那我们去判断我们到底是要执行什么命令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执行的是部署的话 然后我们Ensemble处理的就是deploy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 那它的过程呢就分下有下面一些步骤啊 就是说首先呢它会去生成我们配置文件 那这个配置文件生成呢是 就是首先会有我们这个呃一些一些金甲金甲的图的这些模板 然后呢还会有我们这个自进易的一些变量 然后通过这些东西去呃组合 然后最终形成我们Safe点Comp这个文件 那这些文件的话在呃接下来呢会是启动我们的这个 这个Mons的这个监控节点的一些这个启动容器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容器呢相当于是进行一些初始化 包括一些呃配置的这个初始化呀 一些呃Config的券的创建啊 然后接下来会是去执行我们的这个 分发我们的queen rings 啊就相当于把我们Safe的一些 Client的这些认证啊 这些认证的一些密要进行这个分布 然后接下来就是启动我们的一个呃 Mons的这些这个监控节点 然后然后往下就是有启动我们OSD的一个呃 呃初始化的一个容器 然后这个容器呢也会去寻找我们的OSD的一些呃设置 那在识别OSD的这个设置中呢 我们呃等会会看到会有一些脚本啊 这些脚本是用来标记我们的一些这个这个磁盘的分区啊 然后也是便于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在我们发现这个初始化OSD这个之后呢就会进行启动 然后最后会启动这个IGW 然后这个呢也是呃 呃相当于我们的对象存储 然后最后呢会去启动我们的对象存储的king store 在这个时候呢它会去判断是是否有swift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它是呃可以把这个对象存储的这个认证进行启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变更配置啊 这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会 编更配置的话 首先我们要去收集这个一些信息 然后接着也是一些配置文件的配置 包括后面的检查配置文件 然后配置一些策略 然后将我们的一些就有的这个容器进行移除 然后再重新启动 最后再进行加载配置后再重新启动 这个是变更的变更配置的过程 最后升级的过程的话 也是会有upgrade的这样的配置文件 那进行我们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拉取 然后也会去检查配置文件 最后呢去按照这个启动Mons啊 监控节点然后OSD啊 然后我们RGW这些 这些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这个执行 最终的话这个执行完成之后呢 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容器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介绍一下 怎么用Color Ansible去部署Safe机群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 假设我们去做一个高可能用的Safe机群 然后有多个监控节点 还有多个OSD的节点 然后还有去基于CleanStorm 去进行对象存储的这个认证 包括我们提供RBD的块存储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看一下 怎么去用Color去对这个容器镜像 镜像进行build的 然后包括一些初始化这个容器环境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配置Safe的 如何配置Safe的集群 然后Safe集群的部署 那这儿有一个稍微比较简单的图啊 就是说我们要部署的一些组件 包括我们要做的是一个HA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CAPLAW加HAProxy去做的 也是一个API的高可用 包括一些调用接口的高可用 然后我们的KingStorm呢 会去连接一个MiraDB Gallery的一个这个集群 这个是一个高可用的集群 然后中间呢 我们会有这个RGW去连接OSD 这样会去通过HAProxy去提供 暴露出一个可以调用的这个高可用的接口 那最右边的是我们使用 对这个讯息啊 这些提供一些快损存储 然后通过RPD 然后通过我们的监控节点 那最左边呢 是我们在这个集群里面呢 我们是要添加Zapix啊 GroundFinder还有EFK的这些监控日志啊 这些组件 最终是组成我们整个集群 然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去构建集群的容器镜像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DockerField这个文件 是用这个Ginger2的这个模板 去生成的 那我们Color在Color提供给我们的 是一个这个 有一个初始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DockerField的文件 那通过我们的配置啊 一些参数的传递 最终生成我们一个实际的一个 这个最终编译 可编译的这种Docker的Field文件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镜像呢 都是有依赖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Base 比如说它可能是这种CentOS啊 或者是Red Hat的一些操作系统 或者是SUSE啊 或者是OpenStack这种 不是OpenStack 就是这个Ubuntu的这些系统 操作系统 然后由这些呢 然后去生成我们的SafeBase 这样一个镜像 那SafeBase呢 也会去依赖 生成我们的这个SafeFU 和IgW这种OSE的这种镜像 这个地方是我们Color Color Bigode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我们这里可以从上网下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的Base 选择CentOS的一个 这个基础的容器镜像 然后它是1708的这样一个Tag 那我们Base镜像呢 我们要指定一个Base镜像的地址 然后便于我们在Build的时候呢 去拿取一个基础镜像 然后我们这地方设置了一个Namespace 这个Namespace呢 我们设置的是一个带有地址的 这样的话我们在生成之后呢 就会Namespace是写定的 这样的话我们在直接的话 就可以Post到这个容器仓库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装的一些类型啊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通过原代码 或者通过二进制的软件包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Tag也可以自己自定的指定 最终生成的这个容器的Tag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配置的 那我们也会指定一个Profile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叫Galaxy Cloud 然后Profile呢 然后Profile呢 我们会定义这个集群使用的一些镜像 包括Keenstor啊 Safe 还有还有我们的Elestick Search 然后还有我们的Kibana 这些EFK的一些组件 最终呢我们 因为我们指定的是用Source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去指定这个 原代码的一个路径 那我们这地方指定的是一个Local 然后呢我们会指定一个Location 指定我们这个原代码的路径 那这个我们可以提前下载到本地 然后呢在编译过程中来进行引用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DockerFill里边的一些内容啊 就是这个里边有很多变量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有些NameSpace啊 对吧 还有这个Image的Profile啊 然后这些内容的话是通过我们的刚才的那个Build 这个ColorBuild的文件 然后进行可以定义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这些的话也可以去稍微研究一下 那我这里方就不多说 然后我们去 接下来我们去构建镜像 刚才我们说的是基础镜像 那基础镜像我们可以直接去Docker的这个镜像仓库去直接下载 那我们下载完之后呢 然后再给它推充到我们本地的这个NameSpace的这个镜像仓库里边 然后也是方便我们在构建镜像中去下载 构建镜像的命令也很简单 那我们这种ColorBuild的 然后指定我们的ColorBuild的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也去指定一下我们Profile 刚才定义的Galaxy Cloud 然后这样的话 最终生成的这个镜像就是我们本次要部署集群的镜像 然后在我们Build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镜像进行Pose到我们的一个镜像仓库 那Pose上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这些镜像进行打包 然后比如说我们Build的镜像呢 可能是一个一台服务器 那我们安装部署的可能是另外的服务器 那我们通过去把这些容器的这个镜像拷贝 然后我们在后续呢 我们在启动这样一个建立一个注册中心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些镜像直接引用 然后我们部署服务器上要配置的一些内容啊 就是比如说安装Ansible啊 还有ColorAnsible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基本都是命令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会 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在这个编译服务器上去打包的这个镜像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去自己在部署服务器上去可以创建一个镜像仓库 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是在内网来进行这个容器的这个集群部署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从这地方来引用 下面的话我们是有去拉起了一个这个注册注册的镜像 然后我们会启动这样一个镜像 然后使用我们的之前编译的这个容器镜像 那个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我们集群服务器如果配置啊 集群服务器的配置的话主要是一些 呃 Docker环境的一些一些初始化 包括我们去安装指定的这个Docker引擎 因为这个Color的话对Docker的版本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说我们在呃 去选择的话也需要去对应相应的Docker容器的版本 那我们也会将这个Docker这个Mount Flags设为Share的 那这样的话因为Color这样的执行到容器里边运行的话 会有很多这个呃 容器间的和容器跟容器之间 还有容器跟服务器之间都会有一些共享 所以我们是需要这样设置它的Flags 最后呢我们再将这个呃 容器的一些呃 容器的这个呃 镜像的这个设置为我们本内部的这个镜像仓库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去修改一下这个Docker的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再进行重新启动 那继续容器呢也需要去安装我们Docker的这个配置文件 Docker-py这样的呃一个一个包 然后呃才能来使用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安装Zabix的一些依赖 包括一些Zabix-API啊 还有一些呃需要呃监控的东西 当然这个Zabix呢是呃我们需要呃自己去定义一些监控项 然后呢呃这个当然这个是Zabix的一些功能啊 我们呃比如说写一些脚本去监控容这个容器的这个 这个PID啊内存啊一些使用情况啊 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因为要监控Safe的一些性能 那不是说我们去写一些这种Python的脚本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内容去抓取定期抓取我们 Safe-S啊这些这些的一些参数 然后最终去形成我们的Zabix的这个监控啊 最终我们再会结合这个GroundFounder 然后去把它展展示出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何配置Safe集群啊 Safe集群的话呃我们默认的话会给一个globals的一个文件 然后还有一个password 它那我们先看globals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上面定义了就比如说我们呃呃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cola的base啊是synos的 然后我们是用这个呃原代码的方式 然后我们的版本是什么 我们可以定义好 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些cola的这个自定义的配置文件 我们也可以放到这个这个etcolaconf这样一个目录里面啊 比如说一些组件的自定义的参数啊 这些都可以往这个文件里边写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docker name space啊 刚刚这个在前面也说过了 我们会指定一个呃我们在部署服务器上设置的 那我们也会去设置一些呃网络接口啊 那我们这边举例是有呃ethr 然后我们去做的是管理网 然后eth1我们做的是存储的public网络 然后storage interface呢是做我们这个呃呃 synos这个存储的存储网络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呃内部网络 再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定义我们capeLive的一个呃呃 vrvrp这个协议的这个id 那我们这地方指定是22 那具体的情况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定义 呃下面这个参数就是osd的inertial的right 那我们这地方设为auto就是说 我们在部署的过程中呢 会加会使用这个磁盘的这个大小作为它的这个权重 那比如说我们在部署过程中呢可能会选择这种呃 一T的硬盘或者两T的硬盘这种交叉的 那这个参数呢就能去帮我们去呃自动设置这个权重到底是是多少 然后我们会直接呃 呃因为这个考栏呢 它默认去安装的是open stack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显示的去把这些GLASS啊 NUTR啊 这个Nova这些进行关闭 这些可能不是我们要需要的 那我们也会显示的去启用一些功能 包括Kingston HA Proxy这些功能 包括我们也会启动这个Central Login 这个地方是把日志也起来 包括我们的Zapix的这个插件也启动 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去详细的去参考一下 去定义一下 然后通过这个配置文件 还有包括我们另外一个password的文件 password的文件的话 它默认是一个空文件 那我们执行的时候 执行执行那个生成的生成文件之后 把这个密钥文件填充 这个到等会儿我们在下面再说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MultiNode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这个配置文件就定义了我们 我们的集群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这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控制器 控制节点 Monitor 01到03 然后网络节点也是Monitor 01到03 因为Monitor 01到03 它是我们的一个集群的控制节点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么定义的 那Computer的话 其实我们这地方没有启用Nova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这地方我们就默认填的是OSD的01到03 那这个地方的Monitor 01啊或OSD啊 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主机名 然后我们的集中日制啊 这些监控啊 也都是部署在我们的Monitor 01到03上面 那最终重要的是我们去定义我们的 12阶级的是 是在01到OSD的01到03 那这样组成我们的一个 有六个节点的这样一个集群 其中有三个控制器 也就是我们的Monitor 然后有三个OSD的这样一个节点 然后后面是我们一个Zapix的一些定义啊 Zapix Server呢 我们是希望是在这个Monitor 01到03上 那我们这样直接写Control就行 然后一些Agent啊 还有Web啊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定义 然后Agent的话是肯定是在六个节点都要启动 这样的话去监控我们OSD的信息 也可以监控我们这个集群Monitor的信息 这地方是一个脚本啊 这个脚本是需要在我们OSD的这个节点上来执行的 它前面上面三行我们看到 其实它是对于一个这个磁盘进行这个格式的一个设置和这个标签 然后呢 后面的话我们会用VDB去做这样一个日志盘 那我们这个日志盘 我们分成三份 0%到30% 30%到60% 60%到100% 这样的话分成三份 然后使用一块SSD去 后面去做日志 然后带三块这个SARS盘或者是HD的盘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了是使用COLA去部署的一个password文件的一个生成 这样我们去对我们所有的这个集群中要用的这个password就直接进行填充 那我们在部署之前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检查 然后projects啊 然后去检查我们集群是不是配置正常 是否可以运行 那在检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执行deploy 然后直接去部署这样一个集群 那部署的命令很简单 就是这样一条命令 然后我们看一下容器运行的情况 就是monitor 01到03 然后这个上面运行的 需要这个monitor上面运行的一些容器啊 还有我们OSD上面运行的一些容器 那在我们部署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检查我们Safe的一个情况 跟我们直接部署的话 用Safe-SR这些命令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是我们需要借助容器的这些 每一个容器去执行这些命令 包括这个monitor的节点 或者是这个OSD的节点 都可以去执行这些命令 然后我们去检查这个Safe的一些情况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是执行的一个OSD的目录 这个地方就是简单看一下这个Safe的监控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管理机群的话也是主要是刚才说的通过容器去 作为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去管理 管理这个Safe机群 在我们升级Safe机群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先去检查状态是否正常 然后去把我们Safe相关的镜像进行更新 然后最终我们这种upgrade去指定更新Safe 然后这样的话整个升级的话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行 那我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嘉宾的分享 谢谢你的访问 现场我们的朋友有没有想 梁董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Buff的时候 我们All-in-One的时候 它一台机器上只能跑一个SD 这个原因你知道吗 你说一个机器上只能跑一个OSD是吗 对 因为我不锁了一个三备份的 它之间就是SD之间都是unclean的 最后都是HeroSafe error 就是它的那个OpenSafe官方文档 它在All-in-One介绍的时候 也是说如果All-in-One要是HeroSafe的话 它就只能配置一个SD 那这个是这样 就是我们Safe一个配置文件 它会让你定义我们需要几个副本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节点上的话 它默认是一个主机的一个隔离域 这样的话你只能 所以说只能起一块OSD 就是说是Safe本身的限制 还是说是Docle本身的限制 这个我觉得是Safe的限制 应该不是Docle 那个Safe的Safe款配合赶上配的那个就是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All-in-One的话 其实它可以运行多个OSD的 通过容器 但是它我运行的多个它还起不来 它就是HeroSero 应该没有部署这个All-in-One 对吧 All-in-One的话我们也有部署 因为我们的一些测试的一些 一些POC的话也有做单节点的 那我觉得这样吧 就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私下沟通去看一下 有很有可能是配置文件的问题 好吧 行好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Cola 它部署的Safe的时候 是用的Safe的很原始的命 没有使用Safe disk对吧 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Cola它部署的版本是Safe 10 这个您用的版本是Safe记的吗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购买版的 也是十点 十点记的版本 如果如果我想用Safe 12的话 是不是还要自己去开Cola的代码 就改Eternet start 对对对 这个是需要去 您现在知道这个社区在做这个工作吗 还是说 因为我感觉我做了之后 是不是就还会做得更多 这个的话 是最新的版本 其实我们在客户 客户交付的时候 暂时也没确实也没有用到 那我们维护的是10的一个版本 然后包括升级 也现在也是在10的版本以上 在这个范围内 就是 但就是比如说社区会不会后期 把12的版本 就把10换成12 因为我感觉他这个Cola在不符合的时候 不只是动态的变动来Safe版本 只能说你的代码连起了S 不符合这个10或者12 对对对 我觉得Cola肯定他们会去考虑去把这个加进去 可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说我们这个版本比较新 一些功能不能适配 这些可能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不是Cola的开发 或者是 我只是用户 我只是觉得Cola这个工具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说我也想分享一下这个内容 好吧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Docker Docker 比如说我当前的主机关机了 Docker的状态会变成Exist 我想把它restart之后 有困难 我现在有点的方式是restart 说我们Safe push 在Docker上 Docker上之后 如果说我突然断电了 那我Safe的状态是不是就不能回复到以前的HASO K的状态 这个断电的话是可以回复的 就是会自动恢复 就是Docker它会由Exist状态的变成Start状态 Up状态 Docker状态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我好像不太清楚 您私下告诉我一下 可以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ColaBird Config这个文件 它是用来安装方式 就是我们的应用安装方式 是圆满安装的时候 需要生成ColaBird 我一直没有生成功 就是您这边时候有一个大体的 就是您这边时候已经成功了 您说ColaBuild配置文件的一些设置是吗 对 就是说它要用一个TOS去工具 也是OfficeX连生支持的一个工具 它去生成ColaBuild有点砍费 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自定义的 就是也可以 就是不用工具 这项上我们自己来完全手动来写 对 我们完全可以手动写的 这个配置文件 那我们有其他的问题 好 好的 还有人有问题吗 有人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基于这个ColaEns 对对所有的组件 我只能是光Safe这个组件 Safe的组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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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这样 就是它是有依赖的 所以说呢 具体的我都没有详细看啊 这个总体的就是OpenStack 所有的组件加一起 是大概是四个多G 快五个G了 Safe的这个镜像 其实 其实的话 你想它是基于这个 有依赖关系的 那它基础镜像是一个 比如说Synos的镜像 那这个镜像的话 大概是一个多G左右吧 然后再加上我们Safe的 其实它的大小一直很小了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容器的一个优势 好 谢谢 梁文 您好 你好 我想问问题就是说 咱们这个Safe是用那个 Darker来去布的 然后因为用的是那个勾板 勾板的话 默认应该是用那个 File Store那个 送入引擎嘛 是吧 对 但是基于那个操作系统 要帽子到那个磁盘上 然后进行操作 那么如果是咱们基于那个L版 后面不是推荐用的Bluestorm 对对对 Bluestorm的话 其实已经绕过了 系统去操作那个磁盘 那么我们下面再用Darker去 然后又增加了一层 那么这款咱们是怎么去考虑的 系统方面的 用Darker 因为刚才 刚才也说到这最新版的 其实这个L版 其实我们暂时还没有去这么 去推给客户 所以说这个功能还是在内侧中的 是这样的 好的